有电影舞曲当然也要有啦啦队员才有这个气氛啊 所以呢各队也拍出了有自己特色的啦啦队女郎 而且呢各有各的不同 像是呢我们来看看三个队伍他们有分别有哪些特色 像是桃园队好了 桃园队呢打出了正式人海战术 他们光是啦啦队女郎呢就有11个人这么多 以往呢看到大概都是三个五个 11个人真的是蛮有这个气势的 而另外统一师队呢他们搭配的除了啦啦队员以外呢 还有可爱的大玩偶 所以呢走的是比较清纯的路线 至于今年才刚刚加入的一大犀牛队 他们就真的是蛮辣的 仔细来看一下裤子穿的好短好短 因为一大犀牛队他们走的就是性感路线 而吸金女孩也真的是超级吸金 果然是人如其名四位吸金女孩现身 当场吸注大家目光 丽娜为周三开打的主场首战加码推出秘密武器 之前是在黑社会妹妹 然后我的名字叫妖娇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 那之前是不是在Lamingo 之前在统一师 有黑社会妹妹也有前统一或Lamingo的啦啦队员 这些吸金女孩火辣指数破表 棒球场结合的就是利跟美嘛 那利就是交给球场的这个球员 那美的部分就交给我们这个吸金女孩 把T恤扎扎起来 中空装配上棉质小短裙走休闲运动风 Lamingo啦啦队祭出人海战术 11位元气女郎声势最为庞大 全套牛仔装搭上热裤俏立登场 统一师四名正妹搭配卡哇伊的咕咕大玩偶 在场中央蹦蹦跳跳 话题指数100分 啦啦队员卖力表演努力程度 不输场上球员 唯独兄弟少了这些美女助阵 也少了些可以宣传造势的话题 董灿新闻正式新张江南在台北采访报道